大家好 今天赛罗奥特曼又来超市买最新的奥特曼玩具了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哇!超市来了好多新的玩具啊 赛罗奥特曼选了这个 这是杰德奥特曼最新的可动人偶 看起来很好玩哦 他还选了四个奥特胶囊 这四个奥特胶囊 你们知道分别都是谁吗? 嗯,今天就先买这么多吧 又来结账了 他拿出了一张卡 原来赛罗奥特曼又来刷卡 太方便了 赛罗奥特曼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初奥特曼也来到了超市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哇!这里有好多变形蛋啊 他选择了这一个 这是一个怪兽的变形蛋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怪兽吗? 这里还有两个变形蛋 这看起来好像也是怪兽的变形蛋呢 诶,这里还有一个奇兽蛋 把这个也买了吧 又来结账了 初奥特曼把硬币给了超市 今天买了好多好玩的玩具啊 赶紧回家拆玩具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新的杰德奥特曼可动人偶玩具 它的正面是一个帅气的杰德奥特曼造型 背面是这样子的 里面还有很多小部件 可以摆出很多很酷的造型呢 打开包装之后 这里面有一个杰德奥特曼的人偶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形态吗? 他身上的花纹好好看啊 许许如生的 我最喜欢他手上两个手刀的造型了 他的手部是可以摆动的 就像这样子 可以摆一个作战的造型呢 然后脚部也是可以摆动的 让我们简单的来摆一个造型 摆好了 你们觉得这个造型怎么样呢? 这里还有必杀技的零部件 让我们来把它更换上 然后再摆一个必杀技的造型 那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呢? 他胸前的彩色计时器还可以更换呢 我们把蓝色的拆下来 再把红色的装上去 噢,不好了 接着奥特曼的变身时间快到了 哈哈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塞罗奥特曼买到的四个奥特胶囊 首先是这个 我们用奥特曼 我们用奥特胶囊 但是水晶也是水晶也是V字 看起来好酷啊 接下来 让我们来召唤下一位奥特曼 Ultraman X 他的叫声好好听啊 他胸前的彩色计时器是一个大大的X 那这位是艾克萨奥特曼 Ultraman X 这个奥特曼胸前的彩色计时器是一个圆环 那你们可以猜到这是哪一位奥特曼的什么形态吗 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一下 初奥特曼买到的三个变形蛋 首先是这个蓝色的变形蛋 银色的部分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 里面好像藏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怪兽呢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出现了 这好像是巴哈塔星人呢 他居然藏在了蛋里面 两边银色的部分 原来是他的钳子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白色的变形蛋 什么怪兽会是白色的呢 这里打开之后 好像是他的手部还有脚部 他身上还有很多黑色的花纹 这会是什么怪兽呢 你们知道吗 背后这里还可以打开 这是一只有长长尾巴的怪兽 他的头藏在了背后 出现了 他头上两个黑色的脚 好像是雷达呢 这只怪兽没有眼睛 变形 变形起来 好简单啊 接下来 还有这个怪兽变形蛋 这个怪兽变形蛋 好像还会喷火呢 那让我们一起 把它从蛋的形态 变成攻击形态 它胸前有两个黄色的 像蛋一样的形状 背后可以生长出来 它的背后有很多黑点 然后很多白色的条纹 这两边应该是他的手 他的头藏在了肚子里 出现了 这只怪兽的眼睛 好像也是一个黄色的标志 它会喷出火球 诶 这个红色的齐齐蛋里面 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 原来是两个mini的手指人偶 把它们带在手上 好好玩啊 哇 这是哪两位奥特曼啊 看起来都非常的罕见呢 让我们把它带到 出到奥特曼的手上 这样子 出到奥特曼 就有了他们两位奥特曼的力量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 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玩具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